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安基葡萄糖 这个概念 它是近几年来在全世界的保健养生行业里面一个新的概念 有些专家讲 我们人类进入一个安堂的一个时代 我们过去从天时虫二十年前的钙 钙与生命 钙与健康 到后来的虫草 甲科纸 螺旋枣 包括天时青条 补方 各类的产品 以及后来我们上市的护肤用品 采装用品 美容用品 包括家居系列 果酥啊 内衣啊 以及我们现在的器材 一手糠啊 一手通啊 床垫啊 等等这些产品 是逐步满足了我们经销商 广大经销商自我消费的一个需求 但是这个安基葡萄糖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 也是在医学领域里 生物学领域里的一个进化 为什么很多专家评价它说 人类进入一个安堂的一个时代 也就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安堂缺乏的时代 也进入一个人类应该去补充安堂的一个时代 那么这个安堂这个物质 它是可以全面提升我们免疫功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生病与不生病 大病与小病 它的取决 外界环境等等原因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个人的免疫功能 和个人的免疫系统 那么安堂这个产品 它能够极大限度的去改善 我们人类的这种免疫系统 提升免疫系统对我们未来预防重大疾病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中国区也有一款与安堂相关的产品 它叫做煞米胶囊 就是煞爽英姿的那个煞过敏的那个饼 叫做煞米胶囊 那这个产品是在两三年的时间在中国去上市的 这个产品上市以后 之所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个青睐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安基葡萄糖 那安基葡萄糖 除了我们讲到刚才它的提升免疫力等等的作用之外 那么安基葡萄糖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对我们的软骨有营养作用 有修复作用 大家知道我们有硬骨 那就是我们的大腿骨 胳膊骨这些硬骨胸骨 那我们在硬骨里面是不是还有软骨 比方说我们的关节 我们的关节 大家讲我们的关节 除了里边的关节之外 它的外面还包着着一些软骨 那大家都听说有一个病 叫做这个滑膜炎 这个关节的滑膜炎 其实就是这个 关节外面包的这种软骨发生的问题 我们一旦讲天使主打产品是钙 营养高钙充剂 那我们这些这个产品 去补充我们的硬骨 让硬骨弹性好 韧性好 能让人长高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它的六大功能 是很好的 但是对于一些这种膝盖疼 走骨疼 一些软骨发生炎症的病人 调整起来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所以这个中国去这个 这个薩敏胶囊上市以后 非常受勤奈 就是它死一些补了五年盖 十年盖 甚至更长时间盖 这个腿疼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习惯软骨疼的问题 还是解决的不是很理想 那么这个安基葡萄糖 它今天上市以后 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在中国去很多这种软骨炎症 滑膜炎症 软骨的修复不好的人 用了这个产品 当然要加上 营养高钙充剂的时候 现在恢复的都很好 市场不断的传来一些 好的消息 包括一些 大家知道这个膝盖 发生滑膜炎的时候 最后是要去做手术的 是要去医院 换一个人工的关节的 那么这种人在中国去 已经有这样的案例 已经准备 就是没有办法要去做手术的人 他们吃了这个安基葡萄糖 这个含有安基葡萄糖 这个产品之后 竟然不需要做手术了 那一些过去就是走路 非常困难的人 他们加上补钙 加上这个安基葡萄糖 这个产品之后 现在走路很好了 所以它的前景 还是非常好的 那我也很高兴 听到我们印尼 也有了安基葡萄糖 这个产品 它对于我们各类 对我刚才讲到的 仅仅是它对我们软骨的一个交付 这是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 除此之外 它对人体的很多地方 还是有很好的营养作用和饲养作用 大家好好来学习 好好来了解 好好来体验 让这个产品 在我们印尼市场 也可以做出更多的案例 给我们经销商更大的信心 也给天使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